跟僧人他們之前發生過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甚至有一些他們有HIV的 那我覺得政府對於這方面的補助是可以再多一些 那我覺得用我一個人的力量發起一些小小活動然後來幫助他們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我希望高普華也好 你希望他怎麼幫忙呢 我如果捐十萬他就來一百了 因為他這麼有錢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藉由這個活動 其實我覺得錢會不會很多我覺得是其次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說有人做這件事情讓人家看到人家聽到 那自然就會更多的人注意到他們 其實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都罵我 說你根本就是利用人家的善心 就是浪費人家的善心來挖取別人的資源 然後來達到我宣傳的目的 可是我還沒有做這件事情之前 根本沒有人會知道更新家園是什麼 所以我說我也是因為這張唱片在製作的過程中 跟他沒有接觸到 那我才知道原來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構 因為我們都知道有幫助男生的 但是我們比較不曉得有幫助女生的 是 因為你看那個老師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說你辦之前什麼活動的節目 在那個應付上面的那個 對 那個都被YouTube嚇掉了耶 對可是 你可以講一下那一段嗎 那段就是我 之前點閱十萬的一次送十萬塊現金 但是因為 好 比方說因為我們也許時間不是很夠 所以大概提到了約三萬人次左右 但是這個三萬人次很嚇 很嚇的原因是什麼 也許有人覺得 說我在利用人家的善心 那三萬人次是不是沒有到十萬 那你也留著嘛 以後我有個底 我知道我怎麼樣翻三倍 把它變成十萬塊 還是捐出去 我本來就是想捐十萬 無論它到不到十萬 我都會捐十萬 那你現在嚇掉了 我連我該翻幾倍都不知道 所以我只好捐十萬 我覺得你今天是怎麼講 就是說 只是我 你點一次 但是連點這一次 你點下去之後 我已經補了錢 你還要罵我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多人 對於這種事情都非常地漠視 然後甚至是 只要做這件事情的人 人家第一個出發點 都是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還有看 其他活動做的人 那些都是一段工房的 過了一個人 對 好 因為我覺得其實 跟他們做這個活動的過程中間 我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 其實 他們很需要有多一些 這樣子 跟大家一起接觸的機會 讓我覺得自己很好的機會 對